有點放棄高中生 不過我還是希望高中生不要放棄我們 還有高職生 可以試一試這個方案 你工作兩年或三年之後 你願意再回去念大學的時候 我覺得你不認識念大學的電機 或者是其他的理工 或者甚至於其他非理工的學科 我覺得你會更得心應手 而且你的成績表現一定會比你的同學好 而且在那個時候 因為政府每個月幫你存一萬 你就不用去學貸了 所以你也不需要背這個學貸來上學 所以你可不可以考慮一下那個方案 好 謝謝你 謝謝總統 好勉勵大家從基層扎扎實實做起 累積這個創新的能力 那接下來我們要歡迎第二位想要發問的同學 我們給中間女生一些機會好了好不好 你在帶眼睛的女生 來來來來 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總統好 總統好 在場的各位好 我是來自新竹女中的施問成 今天我想要問總統的問題是關於媒體方面的問題 其實媒體的規範一向是很兩難的問題 因為如果管制不當的話可能會侵害人民的言論自由 然而如今台灣的媒體報導有時候缺欠缺妥當 從很久以前的巴黎雙氏命案到去年的南綱女魔案 和林毅涵案 各家媒體在偵查結束之前就不斷報導嫌疑人的身份 甚至開始騷擾他們的家屬 不只違反了無罪推定的原則 而地檢署他們有時候也違反了掙扎不開的嫌疑 同樣的沒有令人痛心的案件發生 媒體也往往不斷追逐他們的家屬 並拍攝他們情緒潰題崩潰的畫面 像是今年剛發生不久的桃仁的消防隊命案 不是消防隊命案 是消防隊救火的時候 就是他們殉職的那個案件 就是他們也不斷去拍攝他們家屬情緒潰題的畫面 所以我想要請問總統的問題是 是否能夠找到一個方法能夠管制媒體 不只要保護事件的當事人 也要給民眾一個客觀 中立 還有平和的新聞 謝謝總統 謝謝這位同學 這個新竹女中 你們是新竹女中的是不是 連續三年 聲音最大的好像都是你們 我看你們連旗子都拿來了 是一副勢在必得的樣子 但是你們問的問題 確實也是這個社會裡面最大的問題的所在 很多人都覺得總統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 但是總統最不可以做的一件事 就是侵犯我們這個社會的一個基本的價值 就是自由 言論自由 宗教自由 一切的自由 台灣到現在為止在國際的平等上 我們的自由度都還是非常的好 這就是我們大家共同經營而來的一個價值 可是這個價值的背後 確實也有你後面講的問題 剛才我們 剛才是建國中協講的公民數值是你們講的 公民的數值就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媒體為什麼愛報導 因為有人愛看 如果大家都不愛看 媒體是不會報導的 所以 我們要猛心自問 我們自己心裡是不是在內心最深的那個地方 都是覺得還想去看一看人家在想什麼 或者發生了什麼事情 說難聽一點就有一點偷窺的意思在裡面 說好聽一點就是好奇 但是 我們是不是自己要給自己一個界線 就是過了這條線 我們再怎麼好奇 都不應該跨越這個界線 這是我們自己要給自己的一個基本素養 另外一個 媒體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當然就是 就是有這麼多人要看 所以他們就爆了 另外就是媒體的競爭 確實也是非常的激烈 因為台灣畢竟是一個不大的市場 但是因為前階段我們有報禁 或者是很多的禁止言論 那到了我們走向自由社會以後 就很多的人加入到媒體的這個市場 那以至於這個市場 是有一點過分擁擠 英文叫做overly crowded的市場 那這個市場 如果是競爭太激烈的話 它會開始走向一個比較遏制的競爭 那確實我們現在也面臨到這個問題 也就是說 我們的媒體必須要做一定程度的整合 那這個整合 確實也很困難 你不能夠 你不能夠說 因為媒體它是一個非常特別的行業 它跟其他的比如說工業製造的整合 那個就比較簡單 因為它牽涉到是一個言論的自由的問題 那第三個 你說這個社會誰最在意媒體 我告訴你政府最在意媒體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政策 媒體要不要幫你報導 媒體怎麼去評價它 它會引導社會的想法 那如果說 這個媒體是公正客觀的 批判性沒關係 但是他們是公正客觀的 對政府來講 是一個非常期待的媒體的生態 當這個不存在的時候 對每一個政府來講 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 政府所期待的就是公民的素質的問題 所以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所有的問題萬變不離其中 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人的素質的問題 跟人才的問題 所以我不是把我的責任推給你們 而是你們可以幫我解決問題 那當這個公民的素質 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政府在解決很多的問題的時候 它會更順手 因為你這個在言論自由 跟適當的規範之間的那條線怎麼畫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 那這條線 如果你的公民素質沒有到那裡的時候 這條線常常會畫偏的 有時候你會太嚴 有時候你會太鬆 當你公民素質到位的時候 這條線就可以很精準地畫出來 所以各位同學 我覺得你們大概很多人 每一天花很多的時間在網路上 是不是 每一天在網路上 至少花一個小時的請舉手 兩個小時的 三個小時的 四個小時的 好 請放下 你的資訊的來源 是從哪裡來的 看報紙的請舉手 電子報也可能在那裡 那就人比較多了 那看電視的請舉手 那你們還有什麼消息來源 你們還有什麼消息來源 你們的Nine群組的 有Nine群組的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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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不會有什麼消息 那我相信 當我們看這些消息的時候 真的要給那種 被這個消息引導 這個消息所報導的 那個不利益的那一方 給他們一個解釋的機會 不要先形成自己的看法 不要因為這個消息的出現 我們就判斷了 我們應該再給這些人一個機會 再緩一下 再多看一點 再形成自己的判斷 要不然當這個網路的資訊 快速的流傳 而且它有很多的資訊 是不正確的資訊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自己去辨識 自己去判斷能力的時候 你真的很可能會被誤導 甚至做成錯誤的判斷 所以當我們在看 這個高流量的資訊過程中 自己要有一個辨識的能力 那就要看你們學問 看你們的用心度 跟你們對這個社會的責任心 的一個體現 所以講來講去都是你們 但是政府也是要做事的 我知道 謝謝 謝謝總統 好 既然進入到